好 又回來了 現在聽說大波華 鄭若驊 我們是政務司司長 政什麼務司司 律政司司司長 若驊BB就叫我們香港的一些律師 太緊張了 說起他 回大灣區執事業 執事業 我們緊跟祖國的發展 中國推出這個計劃 關於大灣區 其實跟我們香港人 有些息息相關的地方 根據中國的公佈 鄭若驊司長在他的網誌 提出一個暫身的構想 就說未知是否實行到 不過他提議在研究中 就是港人 港資 港法 如果在大灣區裡面 是香港人的公司 香港人的資本 遇到一些民事商業有關的糾紛的時候 就可以適用香港法律 雙方也可以安排 以香港為地點做仲裁的決定 主要是Claim 版權 蔡合約 知識產權 一些商業上的合同糾紛 都可以用香港的法律去處理 其實很先進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很暫身的構想 域外法權 哇 這些 哇 很敏感 狂標 你會馬上說些港的事 中國是對香港一個一國兩制的做法 但是擴展到大灣區 在香港這個大灣區的發展 似乎中國打算香港有一個任務 就是作為這個 可能大家最近有留意一下國程 看到經常有兩個字 關鍵字眼 就是這個內循環和內循環 這個雙循環 國外和國內雙循環這件事 可能大家還是在腦袋構想 究竟是什麽一回事 但是其實 這個就是一個最佳的示範 為什麽特別是香港的法律 會是民商事的法律 會應用在整個大灣區 就是顯示這個所謂內循環外循環的 香港的轉運站的作用 希望都是透過外地的資本 來香港設立 用香港來做窗口進入中國 然後香港獲得的待遇 就等於外面的資產獲得的待遇 所以為什麽就是 希望用這個方法去引進內資 那麽現在它那個玩法 就想將大灣區那麽多的土地 就去安置多些的外資進去 目標是這樣 因為其實 只是靠內循環是會衰竭的 其實都不用誰說 我們香港人很多時候都拿這件事 來開玩笑 其實大佬 我們講這麽久的大灣區 那麽其實 你整個大灣區出來 本身是香港和大灣區 是不同的東西來的 那你要是香港就變大灣區 要不就大灣區變香港 我估計實際操作是兩邊都會有 兩邊都會有 是 但是至少鄭司長 就是我們尊敬的這位 就是感受到無礙的這位鄭司長 有嗎 就是他提議的就是 比較多的是大灣區變香港的這個方向 純粹是民商事 那麽是民商事法 即是那些國安法 選舉 不關事的 不關事的 不是的 另外一宗 就說選舉都想在那裡頭 那是完全另外一回事 是 另外一回事 那麽那些就全部不包的 純粹是民事訴訟的 武財民事商業有關的糾紛 想用香港的法律去處理 那這麽其實都是一個 就是中國想借此來吸引外資 讓他們安心用香港的法律去處理 那麽 那麽當然實際上 執行起來都是沒有人知道的 因為 好了 如果在大灣區適用香港法律 那麽在大灣區哪裏審先 就是假設你在汕頭 和工廠有些爭執 用香港法律 在汕頭審香港法律 汕頭有沒有認識香港法律的人 或者有 他的資格又如何 那麽當然了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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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先不要说刑事 民事核心审理的制度思想 带了入中国的审理或者司法里面 其实现在的中国司法很多都有借镜普通法 实际好像有些国际的侵权案 中国的判案都是参考了很多普通法 那这个算不算是建设民主中国的一部分? 法治而已 普通法 建设这个法治中国 但是这个法治很多 用普通法来参考的法判决 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不要想这么大,这么远,这么远 因为普通法受国际商人欢迎 这个是无可争议的 那你认为香港的律师都会踊跃还是不踊跃呢? 我想有时候这个都是市场的供需问题 是否真的有一个内地的工作机会 是会吸引到香港律师上去 暂时就是未知之数 但是很明显起码有一些部分 是香港人的公司 原本已经在内地有投资 在大湾区有投资 如果这个时候民商事的东西 会用香港法律 可能立刻 香港的公司 已经要带一些香港律师上去大陆 是很吸引的 这个可能是有吸引我们业界是真的 但是一切发展都拭目以待 大家要慢慢留意 好,我们下一条继续 再见